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时,港人在大湾区九个城市买楼 享有与当地居民同等待遇 包括豁免居住、学习或工作连限证明 以及缴父社保等要求 加上区内加强基建交通报局 一小时生活圈逐渐形成 吸引大量港人到大湾区置业 其中珠海是港人投资热点之一 我也有个习惯去不同的城市工作的时候 我也去买一间楼 发觉心情挺好 因为一直以来买楼都升值 Steven在大湾区工作已经二十年 走遍多个城市 他说最喜欢是珠海 当时我也过来, 除了他来做事 我当时已经有时在珠海踏单车 去游乐场、水信乐园去玩一下 珠海也有一些温泉 觉得很好的地方 即是玩、吃、住都可以 早着先机的Steven 在2017年珠海实施物业限救措施前 日口气买了五套物业 一套自住 其余就作为投资 因为当时我又熟悉这边 我便知道原来很多学生都需要租楼来住 这边真的没有比较漂亮的宿舍 我便做了一些调查 我觉得可以 买来作为一个收租投资都可以 跟香港买楼投资不同 Steven说在这里看楼 一定要够努力做多些功课 我的习惯就是多一点看 甚至有时候我会在这里住一两晚 即是住酒店 当时还没收楼,你买楼回 但用一些方法去了解地区 看楼的日头 晚上是怎样呢? 很多人都不知道 珠海市政府在2017年开始 限制外地人在珠海买楼 只可以购买一套 但2019年就放宽了相关措施 可以在新区和旧区各买一套 或者在新区买两套